非常不浪费的早餐 我是谭家龙 好民国111年2022年2月17号 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长时间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只做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谈教育 我把对教育持续性的关注 并不是我多懂 就因为我不懂 但是教育很重要这件事情 我又不希望它变成是个口号 因为有很多 其实它都是必须要在教育的现场 你才能够感受到 那个教育在推动改革 或者要落实上面的困难在哪里 所以我会尽可能的 除了让大家呢 透过这个频道 比如说有很多的学校 甚至包括国外的学校 他们都都注意到了 非得早餐的这个单元 所以当他们来台湾 不管是招生说明 或者想让大家更了解 他们的一些教育 跟教学理念的时候呢 他们也都会来到 非得早餐的这个单元里面 那这是很棒的事情 那更多时候希望呢 从学龄前的教育 甚至于呢 甚至于到胎教 到成人的这些教育 我都希望呢 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能够都有 都有能够让大家露出 都有能够让大家呢 就是说参与讨论的机会 那其他的 如果偶尔有时间的时候呢 我会做一些特别的人物的访谈 让大家能够吸收一些别人的人生智慧 好 今天呢 我挑了一本书 那这本书 家庭里的素养课 因为素养这两个字呢 到了这两年的时候啊 你不注意都不行 因为108课纲的改革 那里面的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素养这两个字 那什么是素养 那大灾问呢 之前我们也谈过了 就不赘述 不过呢 这本书呢 家庭里的素养课 作者呢 是严安秀 严安秀呢 现在 现在他是国小的后用校长 那在教育的现场上面呢 工作了22年的时间 那曾经呢 也担任过呢 教育处的 这个就课程的都学 在基隆市啊 市政府的教育处的课程的都学 现在呢 任职于基隆市的 阅读教育资源中心 他也曾经得过教育部的教育的 教学的卓越奖 以及呢 特殊优良教师等等的奖 奖项 好 那 从 他 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呢 他台南人18岁的时候呢 离开呢 台南 也算是个北漂青年啊 就是漂 漂向北 北方 然后漂的越漂越远 终于漂到了基隆 基隆已经是台湾头了 好 那 因为 因为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教学 的经验呢 那 盈安秀呢 那写了这本 这本书 这本书呢 分成五个章节 基本上面呢 都在谈了素养的实践 来 透过呢 这本书 那 资深名师的 48堂的亲子课 如何从生活到学习 那 透过爸爸妈妈的 就来爸爸妈妈教素养 因为素养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学校 如果在家庭教育上面来讲呢 不能够配合落实 现在108课刚当中所谈的素养 是很难深入到孩子们的教学的成果上面 好 我能够讲的都已经讲完了 来 介绍我们的来宾在在线上的 那这本书的作者 天下文化出版家庭里的素养课 颜安秀老师 欢迎 唐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颜安秀 好 谈一谈你当老师的经验 你在书里面提到你18岁离开台南 对 然后18岁离开台南到花莲 花莲师院去念书 在花莲师院 对 在花莲师院 那花莲师院 毕业之后就到基隆这边来 就是开始做教 就是担任教职 那就从毕业之后成为老师就到现在 那也在基隆就是结婚生子 成为第二个故乡这样子 好 我问你 因为我每个老师我都会 我都会对他们做一些灵魂的考问 就是 因为 好 因为我们自己毕竟也在那个升学体系里面长大 我很多的朋友之所以去念师范 念师专 其实就觉得那是一个铁饭碗 是一个有保障的工作 那当我慢慢年纪大之后 我说你还有教学热忱吗 每个人就开始 好像都已经忘了当初呢 为什么会在教育圈子里面待那么久 那你当初选择当老师的这条路 你的出发之心是什么 当初选择当老师是 从小就很喜欢跟小朋友玩在一起 那当然坦白说在18岁的时候 也蛮多父母的期待 希望说女孩子以后可以安稳 对啊 对安稳 那会觉得也OK 因为我就觉得当老师我也不排斥 那父母就要我们就这样去做 有时候顺顺的就成为老师 那我觉得在之后 来到基隆就从班级开始担任其导师 那我觉得曾经有人问我 就是担任导师跟后来走向行政的 获得成就感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觉得会面向会不太同 担任导师的时候是跟学生是很近距离的接触 因为看到说孩子那个点滴的改变跟成长 就是我们为他投资的时间 我们给他的陪伴 他会改变 这个是会给导师比较深刻的感受 那当然行政的成就就是 行政的因为可以比较容易调度资源 申请专案 他可以照顾到更多 不是某一个班级 不一定是固定某一个班级的弱势的孩子 他比较有那个面向去关照到 全校更多的需要帮忙的孩子 我觉得成就感是不一样 但是一样都是焦点都是 放在孩子的学习 孩子的改变 孩子的幸福上面 因为要对孩子要感兴趣 同时要一直都保持着那种的热情 其实也不太容易 因为我当访过很多老师 也有很多朋友在当老师的 有的时候会气馁 那你都没有过吗 因为有时候我们现在名字大开 有时候我们很需要花很多时间精神跟家长沟通 尤其是像这样教育改革下来 其实一线老师也都战战兢兢 很多是老师都需要学习的 现在家长最难对付 对不对 家长病需要花很多时间 要彼此同理他的困难 家长在焦虑什么 有的家长是过度的焦虑 有的那是那种过度的主观 就是觉得一定要照他的 但是很难去体会到老师的立场 彼此我觉得就是要尽量的都能同理对方的难处 但其实我觉得共同的焦点都是为了小孩子更好了 我觉得在这样的出发点下 其实都是还有机会都能够好好谈的 其实尤其以延安秀的资历来讲 当老师的体罚权被没收了之后 教育现场就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改变 在我们小的时候要带学生 那简单多了 上课的时候就是要背要挺直 做好手要背在后面 老师没有讲的时候 手不可以放在桌面上 桌面上面只能够有课本跟一支铅笔 就这么的简单 现在开玩笑 在教育现场哪里是这个样子 现在要收孩子的心 也要跟孩子斗志 就是要让孩子是真正的信服你 而不是靠高压的老师的姿态 去要求他们服从 好 那你也在教育行政工作上面 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也在教育现场工作了一段时间 你对台湾现在的教育品质的评价如何 我觉得其实一线老师 大部分的老师都很战战兢兢 在接受这个时代的考验 不管是学新东西 那或是像去年就是五月全台就是大停课 老师又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就是准备好自己的线上教学能力 当然在前一年 前一年在世界各国在停课的时候 台湾其实各县市就在启动 老师的线上教学或是远端教学的能力 但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紧张 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长的老师 他或许没有急迫的压力 他就跟着做而已 他就不会一定要 我得很快学会什么 但是我觉得那个一停课下去 所有老师好像整个台湾整个动能都动起来了 因为那个立即性的就是 你的孩子就在远端 你就必须还是要照着进度 要跟他上课 当然我们可能进度会有一些前后的调整 但最重要是老师也会知道 孩子的背后很多家长也在同时 也在家里 家长其实也会检视老师 有没有持续认真的在教学 老师其实会有一个自我警惕 就是说我不能这个时候落下来 因为我的孩子也等着我去教他 所以我觉得那个基本动是在的 但是老师的挫折来自于 我们刚刚听到说 我们可能对老师的学习会有一些期待 但是家长这边对老师的辅导 老师的管教的品质 效能也会有家长的期待 老师在这当中真的是要很让自己一直精进 好我要进一下广告 在我们线上的是颜安秀老师 他在教育现场 他也在教育行政工作上面了20多年的时间 这本书家庭里的素养课 资深名师的48堂的亲子课 从生活到学习 当做爸爸妈妈 如何教孩子什么叫做素养的第一本书 天下文化出版 好到广告回头之后 我就先请到颜安秀老师 因为素养是现在在课堂上面 我想也是108课纲之后 在教学现场当中的关键字 所有的教学的现场 都配合着素养的概念 重新调整 虽然这20年 国际的教育现场的潮流 有了一些观念上面的突破跟改变 不过如何落实到教育现场 以及在学校的现场之外的家庭的部门 要如何能够配合父母亲的观念 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素养 仍然是太打高空的概念 那到如何去落实 来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访问颜安秀老师 请稍等 好 非诚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楼 民国111年2月17号星期四 今天我透过电话连线了 访问颜安秀老师 他写了这本书 家庭里的素养课 知生名师的48堂青子课 从生活到学习 爸妈教素养的第一本书 听下文化出版 因为他里面大概几个概念 第一个家庭 第二个素养 第三个爸爸妈妈 可能很多很多爸妈会觉得说 我还需要你来你来教吗 就是就是素养这东西 有什么困难的 不他要落实到教育上面来讲 就有点困难了 我们我们先来先来先来 看学校的部分好了 第一个就是说 从108课纲之后 在在教育现场也已经 也已经实验了两两年了吧 对不对 两年半 两年半 这两年半 108课纲在教学现场的实践的过程当中 您如何评估它的效果 108课纲下去之后 最大的改编就是 老师要能够进行素养导向教学 跟素养导向的评量 那素养导向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新课纲的重点 就希望我们孩子将来是可以终身学习 那说的在白花言就是 孩子是能够解决他的生活问题 他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所以我们会在课程当中 就已经现在的科目之间的界限 会比过去模糊很多 我们现在强调跨领域 就说因为我们未来的世界的那个问题 他一定不是只有单一个科目的能力 他就可以去处理 他可能一个专案 他或许要有语文理解能力 要有数学推理的能力 或是要有人际沟通能力 等等这些 那这些我们回到教学里面 学校就要去设计相关的 我们主题 现在所谓的主题性课程 或叫做统整性课程 所以老师的共同备课的能力跟时间 都提高了很多 就跨领域备课 可是我是国语科老师 然后你是历史科老师 然后他是自然科老师 我们共同有一个小主题课程 但是需要这三科的老师 我们要来讨论 我们怎么带孩子来进行这个主题课程 这教学现场这几年很大的变化 那有了素养导向的教学 当然就会进行素养导向的评量 素养导向的考试 然后很多家长可能慢慢会有发现 孩子的考卷的题目 怎么都越来越长 就叙述那个题目 那个题杆很长 那其实 人要看懂题目都有困难 我们都说孩子的数学 不是他不会算 所以他题目第一 他无法理解 第二他看不完 那因为我们从大考 学策 会考 大考中心也早就揭示说 就是未来就是会朝向 素养导向的提醒 那什么意思就是 他在那个题杆当中 他为了要把一个生活情境里面的状况 描述清楚 他就会需要用比较多的文字 词汇去叙述一个情况 那他叙述那个字一定不会少 他可能要先说一段什么事情 然后再带入什么问题 然后孩子再去看懂那个题目 然后理解 然后解构他 再重新结构他 然后去解 去答题 就对孩子来讲 他的挑战性是很高的 他要看完 他有耐心的看完 以他要看懂 以他要知道他在问什么 然后可能他脑袋里面要转了好几个碗 他才有办法去回答下面那几题 选择题或什么 知道他才问怎么回答 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讲很挑战 但孩子的挑战就回归到 老师的教学 首先就受到了挑战 老师需要就是增能这一块 所以全国老师们这几年 其实也真的都蛮辛苦的 很多研习 很多调训 都是要培养老师这一块的能力 好 那因为我们在谈说 因为素养这个概念 坦白讲他本身是有点抽象的 那108课纲 我想他他在编转的过程当中 来自于不同的就是教育体系 所回馈的也都这个问题 就是素养到底是什么东西 素养怎么怎么教 好那如果连连你们在教学现场的人 都都会反复的困惑于这件事情 而要去摸索出一条一条落实 就是说素养教育的方法 落实素养教育的路 那对父母亲来讲就更难了 我想大部分的父母亲 可能到现在为止 不管他多爱他的宝贝 我估计对108课纲的精神 能够掌握个几分的 可能也还是不多 好那如果说 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讲 要如何看待108课纲 以及家庭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说 孩子都是看着父母的身影 模仿父母的身影长大 我们一般可以理解同意这样的话 所以我觉得父母做那种示范的效果 其实真的就还蛮重要 以及父母在家庭里面 传递什么样的价值 关乎家庭里面的信念 好那我们假设我们就 讲到现实一点 孩子的考试 当孩子的考试已经这样改变 我们倒退回来 孩子的阅读力 是不是就显得 从小就要帮他照顾他的阅读 就是要帮他留意他的阅读情况 但因为现在跟这个时代有点冲击 就是我们现在孩子取得3C很容易 那再加上全台大庭课 那孩子线上学习之后 他使用3C他就更熟练了 那这一块其实就是一个父母的一个课题 就是活生生坐在眼前 我们需要孩子充实他的阅读力 但是孩子却很容易取得3C 这当中的充值和平衡 父母怎么跟孩子谈 然后父母怎么陪伴 鼓舞甚至约束孩子使用3C 我觉得这变成是父母也要跟孩子 一起去摸索出来 每个家庭不同的模式 那我觉得这是不是素养 我觉得这就是素养的其中一部分 今天这个家里相信什么 或是认为什么是重要的 就摆在前面 但是父母当然要以身作则 今天父母如果期待孩子喜欢阅读 但是孩子看到的父母都是 一直抱着手机平板在追剧 或者在看网络 现在很容易大家都休闲时候 就会滑手机什么 那孩子其实很难说服他 阅读很重要 因为我的父母也没有在阅读 那其实我觉得反而我们父母 这个时候真的要投入时间 真是为了做给孩子看 对 好 那因为当现在108克纲 在实践了两年之后 他在对孩子的部分来讲 你们会感觉到108克纲 这些体系下的孩子 跟没有108克纲的素养导向的孩子 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以这两年来看 在小学的阶段 可能还没有很明显 因为108我们都知道 在108学年度是从国小一年级 国中一年级跟高中一年级起步 那高中孩子他马上就面临了 他需要做自己的学习历程 那就是孩子就知道 自己能够规划自己 这一节课 他想学什么主题 他该怎么规划 那在小学生 他现在就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我们就会鼓励孩子 就是尽量可以活泼思考 或者是跟同学 同彩互动比较多 但在小学的变化 因为小学其实过去 过去这10几年来 在9年一贯之后 对于小学教育系 也真的松绑很多了 所以那个差异没有很大 但我觉得差异会很大 会在于大考的那个部分 对 好 那你刚刚谈到的 就是说这种的 当然尽可能就是避免 那种传统的考试 填鸭式的考试 纯粹记忆性的考试 对 坦白讲我们吃水说 我们都是鸭子被填鸭 像北京版一样被喂大的 因为我们的学习 都是有标准答案的 对对对对 我们都选择题 而且那个选择题 即使现在的考试有选择题 可是我不知道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有多少人去看过 现在孩子们 即使是国文科的选择题 你要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很难 很难 真的不容易 对 有很多的阅读当中 每个答案 四个答案都模拟两可 有时候是考鱼杆 对 都很像 那个都很像 那个每一个题 我都觉得都对 都可以 可是你就只能够选一个答案的时候 你到底在考什么呢 但是最少跟我们在过去念书时候 有标准答案 填空题 同时他不知不觉 就导引到了这种填鸭式的教学 你要被年代 然后被人名 被地名 对 然后被铁路教会点在哪里 甚至于叫你去画 对啊 你如果问我 这些我很厉害 可是即使我今天快60岁了 我还是会想就是说 这些对孩子来讲 真的这么重要吗 没有吧 固然他对我来讲 是一个脑袋里面大的MAP 可是难道 难道其他的孩子 也都要学这些东西吗 好吧 那当他们学了 素养到的 到底想要把孩子带到 带到一个 一个一个 怎么样的学习位置上面 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就是说 讲得好好听啦 STEM吗 STEM吗 这些大家呢 大家只要花点功夫 都可以背得下来的 都希望孩子看起来呢 每个呢 都是神通寡广大的 不管是呢 科技也好 不管是呢 文学也好 数学也好 工程也好 每个人呢 都要都要成为呢 自己的基本技能的 基本技艺的一部分 讲的是很 是很简单 可是他会不会导致 就在教学的现场当中 落实下来之后 第一个就是说 我很担心 他会使得教育 越来越精英化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阶级化的情况 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会吗 阶级化 家庭比较有支持的 教育的孩子 他的资源可能会比较多 对 但这个资源不一定是指 学习或才艺补习这个 而是父母对他的关注 跟陪他多少时间 对 父母的观念 对 会吗 觉得父母的观念 会影响孩子 他至少短期间 他的教育 学习成果 对 我在想说 像你这本书里面 才谈到家庭里的素养课 可是老实说 我就想说 那碰到这种隔代教养的 就真的辛苦 对 碰到有很多属于单亲的 或者即使是双 双亲 但是双心 可能很难顾到孩子的 那要把这样一个素养的概念 要在家庭里面落实 能够让他在课堂上面的时候 能够发自内心 内化成自己的人格 或者生活态度的一部分 这些家庭 大概都很难吧 这本其实是 它里面蛮多 我自己家里 我自己经历的一些经验 但是也并不是说 这是每个家庭的经验 跟文化会不太一样 我就把我的经验写下来 那就当做一个交流 但其实我觉得 家长们真的是参考 因为每个孩子的性情也不同 我自己两个孩子 我们都一样 投资一样的关注 但是两个孩子 他们的发展 跟他们的孩子本身的性情 气质就不同 他就会告诉你 他就很坦白告诉你 妈妈 我不用这么爱阅读 我爱画画不可以 我们家的小妹妹 我爱画画不行 我一定要最爱阅读 我说没有 你没有一定要最爱阅读 但是妈妈希望你可以享受阅读 我只能转个方式跟她说 那我觉得 里面是写了很多 自己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家长其实如果觉得 可以参考 但是我觉得参考之外 是转化成自己跟孩子间 自己家里面 因为自己孩子 自己才知道个性 能力的起点 跟他的弱势的地方 孩子要去调整成 自己跟孩子的相处 而不是说 严老师这本书写了什么 我的孩子为什么做不到 没有 这是严老师跟他的孩子的相处 但是我觉得这个初衷就是 我提出了我的经验 然后大家也可以回头想想 那你可以跟你的孩子 你们在你们家里可以怎么 你们怎么做是符合你们家 亲子间和谐的 但是彼此又舒服了 但是彼此也是可以 孩子也可以有点进步的做法 对 好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严安秀老师 那这本书天下文化出版 家庭里的素养课 对了就素养这个概念 这两年对于老师 对于父母甚至对孩子 都构成很大的压力 很怕很怕被人家批评说 你没有素养 就不会了 素养不是有跟无 重点不同 对对对 方向不同 就很怕很怕很怕被人家 被人家批评就是学了半天的素养 结果很没有素养 会讲这样话的人素养就比较不足 对好 那不管怎么说呢 那这本书呢 谈的是希望让父母亲呢 对108课纲之后的素养学习 能够开始有一些的概念 同时也知道在家庭里面 该做怎么样的调整 或者父母亲也要开始进到一个 一个素养的锻炼的新阶段 我想我想这本书的用意在这里 我进来广告回头回头之后呢 我就请就颜安秀老师 就是我们用比较 比较实践的方式 你自己有两个孩子 你刚刚提到了 你又是老师 对 那在家里面呢 如何去从108课纲的素养的概念 在家里面呢 逐渐的实践 该用哪一些的方式 有哪一些的面向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颜安秀聊 请稍等 好 飞铁木棒飞铁早餐 我是南家龙 今天在我们线上的颜安秀老师 他现在在基隆当老师 他也在基隆呢 就要负责一些教育行政的工作 目前呢 是基隆市的阅读教育资源中心 好 那这本书 家庭里的素养课 天下文化出版 颜安秀老师呢 他把它分成了几个章节 分成了五个章节 包括呢 素养必须要在家庭内呢 来生成 素养必须要在互动的时候来塑造 必须要在学习当中呢 来实践 要在阅读里面呢 来生化 来来进行 同时在旅途上面来发展 就是呢 行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的意思 好吧 这这些的 这些基本的 就slogan跟原则 我无可挑剔 看起来通通对 可是在实践上面 该怎么做呢 实践上面该怎么做 我觉得越小开始越好 但是我觉得父母要一个思维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成长性思维 我们告诉孩子 就是今天不是你做一件事成功或失败 它就是一个终点 就是成功为什么 我会跟孩子讨论 今天如果对孩子来讲 他们成功失败可能就在于学习嘛 所谓的考试 考试考不好 当然我们会检讨啊定诊啊 但如果当孩子考得好 所以我会跟他谈谈 你是因为做了哪些事 你是因为累积哪些不错的经验 所以导致你这个结果 你觉得你觉得很OK 那我就成功跟失败 都让孩子知道 那些都是历程 但是历程当中 他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 他努力什么或他漏掉什么 所以导致那个结果 那我觉得这个历程 谈过了孩子清楚了 那就让他走 这件事就可以放他过去 那我们就再把目光放在下一次 就是说我就觉得像有的家长 很焦虑孩子的学习 对孩子的分数 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很紧张啊 就孩子好像 对压力很大 但我觉得与其看中那个分数 我觉得不如看他失分的原因 今天比如说同样 三个孩子ABC都考80分好了 但是ABC的80分 可能状况都是不一样 可能A可能就是初心 他会 但他就是整大题 哪边看错该打勾勾他画圈圈之类的 就是他自己不够严谨 这个状况 然后B可能就是 他可能是概念 知道好像又很模糊 他的猜对或猜错 他自己搞不清楚 然后C可能就是 整个概念是不清楚的 那我觉得父母与其去在意 为什么小孩没有考到所谓的 我们谈好的那个分数 我们的定好的目标 与其去在意这个 不如陪孩子谈一谈 他失掉分数的原因是什么 孩子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要让 就是爸妈 要勉励自己勉励自己 要当一个让孩子 好不好也敢回来跟你说 妈妈我考得很烂 那我哪边我怎么样 我可能需要帮忙的家长 不要让孩子很害怕 跟你讨论他的学习 因为当孩子很害怕 跟你讨论他的学习的时候 他可能以后就 要么他骗我们家长 要么他就选择不要说 但是我觉得父母的态度 要开放一点 就是不要给孩子觉得 我不能够失败 或我不能够什么 因为父母不接受 而是要给孩子一个态度 一个感受是 不管我成功或失败 我的父母都会陪我讨论 那我们这次就 知道了哪些经验要记取 我们就下次再努力 因为孩子有这么多次考试 真的不用纠结每一次 所以我常会跟家长聊 说你不用很生气或什么 我们就每一次一次的陪伴 孩子一次一次的进步 他又不是这次考完 他就学习就结束了 学习是很长远的事情 但孩子他能够检讨 能够清楚知道自己哪边 做得好或做得不好 这样子就够了 因为我自己当然有小孩 我以前都会觉得 严谊秀刚刚跟我讲的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啊 跟孩子就是这样子相处 考不好回来跟他聊聊天 讨论一下 可是 可是我后来发现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 很多的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 一个小小朋友 小朋友考烂了之后 不敢讲的情况 绝对比我不会比我小 小的时候呢 来的不严重 对 小的时候我如果考不好 当然基本上都都考得很好 我坦白说我还不太有那种考不好的时候 但是我可以想到有很多的同学 一定要想办法把骗 好确 对 藏起来 藏起来 然后联络簿不要拿出来 然后自己偷签名 然后骗爸爸妈妈 或者说改分数 这个大概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种 很黑暗的这种的过程 成为你自己学习时候的另外一道的阴影 好那同样现在的父母亲呢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每次孩子呢 重要的考试出来的时候呢 都眯着眼 眼睛好像在 在在等健康 健康检查报告一样 那种的那种的感觉 也都非常的纠结啊 他表示现在的父母亲 如果真的在乎这孩子的学习的时候 他仍然很难脱离那种 那种不跟着分数走 不跟着考试走 或者不知不觉又掉进那种 拿自己的孩子去跟别人家的孩子 做这种无边无际的比较 的那种的那种的心态 他他其实他当然会伤害到亲子 也会伤害到孩子对学习的热情 可是大部分的父母亲或者家庭 恐怕都很难避免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长大 对啊 所以我们很容易复制我们小说 没错 没有错 没有错 最一代的父母就跟最一代老师一样 面临很大挑战 因为我们的小孩 他走向那个是 他走向那个未来 不是我们可以用过去的方式 现在来处理他的 对吧 就是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呢 是成不了先也起不了后的一代 很辛苦的一代啊 对啊 现在的孩子 他们都已经是数位原住民了 你如果跟不上也很难过啊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 可是你又 你又个脑子里面的刻板印象 都是以前学校里学的那一套 而且老实讲 如果你问我或者问我周围 我们会觉得以前那样子对啊 本来就应该这样啊 没有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觉得素养教育下去 是优先要调试的是父母的心态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那种 那种虚无缥缈的教育啊 虚无缥缈嘛 我觉得像比如说 你刚刚那个 我们来谈跟孩子讨论分数 我们过往可能 我们小时候大概我们会不敢讲 因为讲了大概会被修理一顿嘛 当然啊 而且以前呢 以前最容易被修理 因为那个对对跟错是这么清楚 那现在 我觉得说虚无缥缈 而是父母的想法 是不是以前的父母会看重这一次 但是我们是这样长大没有错 但是我们现在要训练自己 我们不是只看这一次当下 我们要看孩子那个学习的 曲线是持续向上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知道 以及我们也要告诉孩子 你不会只停留在这一次的测验而已 你往后还有几百次考试 我们持续的进步是我们要做的事 而不是在这次我把你凶的半死 然后你回来也不敢告诉我 那我们整个就卡在这边 也很难讨论 为什么这次我们表现不够理想 我就父母啦 父母自己要愿意敞开心胸来面对说 好了我们小时候是这么辛苦长大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能让孩子 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因为这样他的进步空间就会少很多 好也很难受我问你 那你跟因为你毕竟碰过很多的家长 当你把这些想法跟这些家长说的时候 你认为那家长能接受吗 他们在我身面前是都很客气 当然啊一定的啊 我会跟家长说 妈妈你不用这么想起来 你想起来他就不敢跟你讨论 但是 他不管他不管 我会跟他说 你会得到一个以后再也不想跟你谈学习困难的小孩 对啊 说妈妈你是要这次想起来 你自己说还是你要后来 有困难他就要找你 可是忍不住啊 这是大人的修炼 妈妈你让你想起来 没有这个素养啊 所以我要让他说妈妈你想起来 你会给我们针对题目本身他没做好 比如说他该做的习作 该定证的随便潦草 这个我们可以针对他的行为提醒他 妈妈这是看到的你没有做好该做的 学生该做的定证什么的 但那个过度的情绪 你打电话给我就好 我就跟妈妈说 你靠我 你跟我说不要紧 你改就事论事就好了 你改变后 他不敢跟你说 你也够坚固的 我跟妈妈这样讲 妈妈其实气完之后 他退步想 对啊 孩子忠祐自己的 这次凶完他换来孩子 而且是高年级之后 孩子长大 自尊心 多讲他两句 他可能就板起脸 对啊 这之后不但摔门 不理你什么的 也都会有 因为很多的亲子关系 都是到了这个阶段搞话 孩子紧张 对那很多的父母亲就开始进到了另外一种永远无解的哀怨 就是说他小时候这么乖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我也会跟家长分享我的经验 我说妈妈你也看我这样 我也是那手机车咬的 对 大家喝来 不可以把他们买 真的 我们也知道这样 跟家长这样想 所以我们108课纲的素养里面 就是少了一个素养 就是父母亲要有接受孩子考试考不好的素养 有啦这个我书上有些 家长你要能够 我觉得回到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专有名字叫做成长性思维 就是你不要只是设定在这边 你要想孩子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我们让他勇敢的去挑战 然后提升自己 跟他愿意回来跟你讨论 这个是比较好的状况 你让他考不好的藏起来 不敢不想跟你讲 然后也不想进步 然后下次一样考不好的藏起来 那只是一个越来越不好的循环 对啊 对啊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长大的 可是说实来就是说你要父母亲去接受行行出状元 非常困难 大部分的父母亲 你要跟他说你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行行出状元 你听到时候的对他简直是一种的人生攻击 你知道吗 就他就什么行行出状元 只能够有一二三四行 那后面的通通都不可以 可能父母亲他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对孩子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那个当然你某些方面是人之常情 所以我说他变得父母亲的自我锻炼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其实很考验父母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难 那因为现在的教育体系 孩子的多样性确确实提高了 那孩子的未来的可能性也确实提高了 可是父母亲的不安全感也就更高了 大家都不晓得未来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 我的孩子未来是什么工作啊 无法想象 对不过我得到原因今天我们访问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 这是我这两天想到的 就大陆的那个就是说 从美国回来入籍大陆的那个就是说滑雪的选手 谷爱琳 谷爱琳她的父母亲的她的妈妈对她的教育 她是Stanford的学霸 她是跳她是这个就是说滑雪的金牌 她钢琴弹得非常好 她是model然后同时应对很得体 好吧那个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在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或许比较适合当参考的坐标 好了整体来讲了 如果说如果父母亲的碰到的孩子呢 就是每个阶段都这么的好 好待都不让你操心 那我恭喜你 不过我认为在某些阶段 那个操心还是会回来的 好就是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操心 所以不要因为你现在呢 孩子让你操心而觉得很气馁 有的时候呢早操心晚操心而已 好但最后一个问题我请问一下 就是在在这种的素养 就像我们刚刚讲 连考试的题目可能都不一定看得懂 那每个答案都模拟两可情况之下呢 所训练出来孩子 跟我们这些有标准答案的时代 当然不一样 那孩子的表表现 父母亲该如何做赏罚 做赏罚 赏罚 我觉得在奖赏孩子说也要小心 就我们很怕 奖赏当然我们都愿意鼓励孩子 父母师长都愿意鼓励孩子 奖励孩子 但是我觉得奖励的应用 我书上有一篇在讲到奖励 奖励应用很小心 不要让孩子到最后是为了奖励而去做这件事 那奖励取消的时候 我对这件事的动能就没有了 我就回到孩子的内在自我内在动力 就孩子今天做我们期待孩子做什么事 是我们要不停告诉孩子 因为你想要你就会去努力 你就有机会做得好 对 而不是因为妈妈给你几百块 所以你考试要几分 我觉得这真的不能 我们要适当的正确的引导孩子 我会不停跟孩子说 我就通通都归到他自己身上 因为你想要 所以你努力 那你就会有机会接近成功 我也不敢保证他成功 也有机会接近成功 这是我说因为你想要 所以重点是你想要 今天不管你学习什么新的技能 你的读书或是你的阅读写作 因为你想做好 所以你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给孩子能够 他自己去找到自我满足 或自我能力 自我看中的那个动力 比我们设很多物质的奖励来的重要 来的重要 好 讲得很好 可是在家庭的教育的现场 要落实也会有个困难 好 现在的孩子要的 经常都是很实际的 都是他才不要听你爸妈 讲讲空话呢 但是我觉得那是变成 在孩子很小时候 对对对 就要不停 当然这孩子如果已经很大了 你现在要回到他 自我内在动力的时候 可能就要花更多功夫了 他现在可能不是要你听那个 所谓刚刚唐大哥讲空话 他就说我要手机 我要没错 我要不会取什么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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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还来得及 越早开始越好 没错 好了 当然 不管不管怎么样 任何的时候开 开始都来得及 我说最少 袁安秀刚刚在讲的 就是说你起码要努力的保持一个亲子之间的可对话的可能性 如果你连对话的可能性都没有见了面了之后 除了功课分数 没有东西好谈 一讲话就翻脸 大家都都不开心 家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的冰冰冷 爸妈不能一起坐下来 好好的聊聊天吃个饭 那就真的就亏大了 好 这本书家庭里的素养课 副标题 资深名师的48堂亲子课 从生活到学习 爸妈素养课的第一本书 作者就在我们线上的袁安秀老师 书是天下文化出版 在一个108课纲的 已经开始在推动的情况之下 每个父母亲其实也应该理解一下 当学校里面是在这样的教孩子的 那父母亲相对应的 在家庭教育上面来讲 该做怎么样的自我的锻炼跟成长 这本书让大家做参考 书大家自己找来看 感谢透过电话连线 接受我们访问的严安秀老师 感谢 谢谢唐大哥 谢谢各位听众 好下回再来现场聊 感谢 谢谢 我们进广告回头新闻